晉文公安定了周皇室後 又過了兩年 說楚將成德臣統率楚、陳、蔡、鄭、許 五國兵馬攻打宋國 形勢危急 於是 公元前632年春天 晉文公擴充了軍隊 建立了上、中、下三軍 浩浩蕩蕩去救宋國 而且首先攻佔了歸父楚國的曹國和衛國 俘虜了兩國軍主 攻下曹國和衛國之後 晉文公以為楚國會放棄攻宋 而來救援曹、衛兩國 但是楚國卻無動於衝 依然圍著宋國國都相憂 楚成王本來並不想和晉國交戰的 聽到晉文公親自率軍出戰 他立刻命令成德臣退兵 成德臣自在必得 不肯半途而廢 他認為宋國遲早都可以攻下來 成德臣先派人去通知晉軍 要求他們將曹衛兩國國軍放回來 晉文公決定將計就計 暗地告訴曹衛兩國國軍 答應恢復他們的國軍之位 但是他們兩國必須先和楚國斷絕一切來往 曹衛兩國國軍同意了 成德臣本來想救曹衛兩國 怎知道他們竟然和晉國串通一氣 而與楚國斷絕了關係 他立即調動全軍向晉軍逼進 楚軍一晉軍 晉文公馬上命令晉軍後撤 軍中將士 那倒不知怎算 望問他其中原由 大臣胡燕向大家解釋說 當年民公流亡時 楚城王曾經幫助過他 民公也在楚城王面前答應過 如果晉楚兩國交戰 晉國定會退避三社 現在我軍後撤九十里 是為了履行當時民公的許諾 也算是對楚城王的報答 如果民公食言 這樣我們就理規律 而且楚軍就會士氣大振 現在我軍退避三社 楚軍如果仍然步步緊迫 得寸進尺 那就是他們的過失 我們也掌握了主動 有充足的理由與他們交戰了 晉軍一口氣撤到衛國境內的城坡 而且在這裡安營窄寨 列好了陣勢 公元前632年4月 城坡之戰開始阻力 這個戰役 晉軍出其不意地打敗了楚軍 成德神在紀元戰將的拼死保護下 才得以突出重圍 晉文公見楚軍大敗 就下令不再追殺 成德神見到自己 只剩下幾名殘兵敗將 痛心疾首 智覺無顏面再見楚城王 不見智敏 成坡一將 晉軍佔領了楚國營地 呼鑽楚軍戰車白樑 士兵千多人 還有大量糧草 被楚國以沉重的打擊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